在今天这么重要的一个红星大奖 画上一个美丽的句点 希望他一路好走 那么我们要好好地生活 就像我讲的最后一句 就是秉着他的精神继续往前走 是的 其实红头巾这段词是 在我上台前的几个小时 艺人组同事就说 请我把这段歌词就加入我的话里面 所以后来我就想想就拿着念 因为那歌词挺难记得 其实是希望能够背出来 但是我觉得应该好好地把它念给大家听 是刘雪芳他们呢 就是楼上艺人组 希望能够就献给文勇 是 我其实在他过世的第三天 我就梦到他了 那天呢 那个晚上呢 其实我们都很累了 在得知他去试消息那天 那到第三晚我就梦到 我们一伙人就走到一个长道 那么很多门 他就进了一个门再出来 再走一下 他说你等等 他要进去再进去 原来他出来他换了衣服 然后他穿得很漂亮 短袖衣 奶黄色的上衣短袖 很清闲的 然后一个很漂亮的裤子 红色紫色有点亮的 那他很满意的跟我笑 我就说哎 很好看 我觉得这个梦给我很好的感觉 出病之后没有啦 不过我肯定他会去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没机会看到他太太 其实我一直都很担心他太太 因为他们一家一家子就是两个孩子 跟一个应该是侄女吧 就是这么多年在一起生活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亲戚朋友 所以当文勇的事出了之后呢 我们都担心就是有没有人帮他 因为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还好陈国华很好 从头到尾都帮着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当他出病之后 我最担心的是他太太 因为不容易 你一定要好好的走下去 你知道文勇是很担心你跟孩子的 所以你们要加油啊 快点 拼拼你们的心 走出来